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回家吧 因为你昨天一直是在这儿 今天这个电话 是吧 你不回去 一样还不垫你的地方 当然不会垫你的 不回去 不回去你在这儿干什么 看戏 可不是你呀 分开 分开就分开 每个妖女都来 不怕我朋友没来 为我妈呀 让我来 小声妈呀 喊我的地儿 一把水把尿把孩子拉到 就想给孩子找个好妈呀 容易吗 我受不了这个 嫁给我爸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嫁给我爸 嫁给我爸 我一定会对你 到我了 他的都是肥肉 我的呢 都是鸡肉 这吹笛饿还是吹胶 哥们儿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钱 只要你跟我结了婚 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要车有车 要房有房 生个闺女一百万 生个小子五百万 搞什么 敢推着我的车子 一 二 快点 这么慢了 谢晓诺怎么还不回来 妈 你网上找那些人靠谱吗 该不会有什么变态吧 怎么不靠谱啊 那是我和刘谢多多 一块在网上选的 你还好意思说 您跟刘谢多多 一老一小的挑个鬼呀 真是 你说 他这么晚还不回来 是不是看上谁了 跟谁看电影去了 那怎么可能 谢晓诺你还不了解呀 你也是一天 跟干一天苦力活儿一样 是吗 是吗 你找刘谢如意的这么难吗 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你怎么不差不多就行了 到现在还淡淡 那就是不容易 那我不是等酸菜呢吗 不 酸菜都走十多年了 那你还等他 十多年怎么了 酸菜给我留下记忆 就够活了 喝一点都不记忆 那你留下什么记忆呢 除了一口东北话 什么都没给你留言 老邦 我说你一个上来 现在说这么一口东北话 可见这个女人 让你重无虑陌生 你还等他 好嘞好嘞 不要再听你这个事情了 行 看你也该回去 我今天也挺累的 我也是开开没什么事 我就回去休息 好吧 不回去 你还没告诉我呢 我告诉你什么呢 昨天晚上的事 也没请啊 行了吧 早说你咱们还用热的吗 咱们干嘛 还用热的吗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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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 我给你喝 那行 事情的经过 是不是这样 就这 这样 你以为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绝对对不可能 怎么想的 谁是你怎么想的 我还想不明白 但是你两个就下头了 咱们就抱着人哭了 从你认识你老的父亲 到你老的父亲 然后 再到爹亚亚一起生活 开公司 卖房 你全跟人说了 说着他 别人打了一把 真的 比你流都贵 然后 然后 他就 边哭着 边从兜里 把他所有的宣布 都掏给你了 是不是 你是个好东西 他想用这点钱 帮你渡过难关 然后等你好了 那话 再然后呢 再然后呢 我 我 我怎么着了 再然后人家天就亮了 人家就开晓银 马上来地银走着了 再然后天就亮了 开车走了 是啊 还好嘛 这我怎么听 这么不真实呢 不真实 你认为什么是真实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您是谢小姐 谢谢 对不起 你们这不是相亲吗 都一样 哎 谢小姐 谢小姐 这不逗人玩吗 看来啊 我有时候虚幻一些 要比真实美好 对不起 你还不逗人玩吗 你还不逗人玩吗 我回来了 怎么样 怎么样 你还要吃呢 我要送给你 你就知道了 哎 来 为了证明我认真相亲 且所言不虚 所有人均有影音存症 十三个人 六小时三十八分钟 诸位 满文心上 对不起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今天对我来说 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体验 我突然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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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三教九流的生物 借于此次活动 对我震撼性的教育 我决定 从今以后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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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谁 都休想再让我 谢小诺去相亲 如果让我去相亲 我宁愿回去找好人 好了 我的获奖感言 不对 我的相亲感言 就这么多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你们呢 慢慢欣赏 我相信 会给你们带来一个 非常愉快的一晚 晚安 晚安 神 这都是神 神哪 我一定会给你们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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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审吧 你们审吧 我 我成不了 我可得不及了 我可得不及了 我们在找的是什么人呢 这姐妹的事 这是真的 我知道 我知道谢小诺很忙 可是她忙 我不忙 与其让她看了再给我们审 倒不如我们先审了 再给她看了 好 你 你 从明天开始 你们好好准备准备 一起 干嘛 干嘛 帮助谢小诺选老公 妈 妈 好疼 什么 妈的意思 让你们几个替小诺相亲啊 全体女人齐出洞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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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以个屁 这不是有病吗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反正小诺自己就没有时间嘛 行 行了 我跟你说 反正在你心里 我妈干什么都是对的 那当然了 妈那里我不好多讲的 多讲多错嘛 还是老婆好啊 做什么都可以啊 老公 我想跟你说点事 讲 我经常去做死伴那家美容院 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是不是老板娘长得特别漂亮 一般般了 一般般了 凯莉没有钱了 我还是不说 吞吞吐吐的 我又不是你妈 神 神经病 你别看了 那个老板娘呢 她的孩子要上小学 她要回老家照顾孩子 我觉得咱们多多也大了 她做的那些数学题 我都辅导不了她 明白了 你是不是想把那个店盘过来 我没这么说 蛮好的 真的是蛮好的 你想啊 你每天待在家里 没有什么事情做 出去找点事情 蛮开心的嘛 可是我要是做这个的话 谁照顾你和孩子 又不用你天间待在那里 请个人帮你打理好了 我们又不靠那几个钱 养家糊口 只要老婆开心 那就OK啊 这样啊 盘店那个钱老公来出 你不要后悔啊 这个世上难找我这样好的老公 嗯 嘿嘿嘿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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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代 对不起啊 嗯 你说你喜欢泡妞 是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还老的时候变成这样的 当然是老了以后 谁说我喜欢泡妞 不成呢 那你大爷怎么知道我妈的 长得帅呗 没家 没家 除了帅 那就是真诚 我是用真诚打动你妈妈的 那你干吗了呀 有一次 我们好多朋友在一起吃饭 喝酒 你妈妈就喝多了 是我 把你妈送回家的 就这 就这 这不是应该的吗 什么应该的 路很远的 那时候没钱打车 知道吗 多远不也是应该的吗 我妈这是瞎感动什么呀 怎么不感动啊 陆老娘还吐了我 还替她拍来呢 就这样 这哪个男孩认罪我 我才不会感动 你当然不会感动啊 你能享受到的好 爸爸都给你做了 那其他男孩 再向你掀心情 你当然不觉得 有什么稀罕的 有道理哈 那我怎么能找到 像老爸这样的老公呢 爸爸有什么好啊 把房子都抵押了 抵押就抵押了呗 当年先玩具大卖的时候 我们房子就回来了 卖不了 卖不了啊 那我们就去睡办公室呗 傻你说吧 傻孩子 爸 你还记得 不小时候 最喜欢玩的游戏吗 你喜欢搬家家酒 当新娘子 其实现在 这个也是我最大的理想 我挺羡慕谢晓诺的 我觉得她有她自己的事业 还有自己的梦想 可我都不知道 我该干什么 我就是觉得 我喜欢装漂亮的衣服 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然后以后呢 就找一个喜欢的人 办一场浪漫的婚礼 还生一个宝宝 这样我就觉得 我的人生可以结束了 爸 你就不觉得 这个理想特别没用啊 其实爸爸 不需要你的理想 有没有用 爸爸只想 让你能活得快乐一些 其实我跟方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挺快乐的 爸说的是一辈子快乐 明白吗 怎么可能有人会一辈子快乐 怎么不可能 我觉得你要是和哈勒妈妈在一起的话 就会挺快乐的 干吗说这个问题啊 不干吗 我就是觉得 哈勒妈妈她挺愿意跟你在一起的 要不然她干吗 那么长时间都不结婚啊 你哈勒妈妈 是个好女人 好女人 其实啊 有一些人啊 这一辈子 注定就是朋友 这跟个性 那长相 金钱都无关 我想 mem包 的 你会不及做 啊 。 家, 셋 也是 我全部都没有 太ava了吧 你会不会吃醋呢 你吃什么醋啊 你就觉得心情好复杂 就像要嫁女儿一样 不许笑 你准备升职呢 快点快点快点 欢迎那个欢迎来了 干吗 那你们怎么了 老代 这次公司的事情多亏你了 孝诺已经跟我联系了 他们过两天就会请人来这边 重新布置办公室 咱们的危机算是正式解除了 这事啊 我还以为你们都中彩票了 咱们以后不就算是外景 对啊 是不是要打卡上班呀 你们想的之夺多了呢 你们真的让我有一种 商女不知王国恨的感动 行啊 这事我就算给你们谋福利了 谢谢老板 等会儿 别谢谢老板了啊 我们已经不是你们老板了 你们可以叫哈姐 叫代哥 但是别叫老板了 记住没有 谁说 叫代哥是老板 我正儿八经再跟你们说一次啊 我们真的不是你们老板了 该干吗干吗去忙去 怎么啦 没事 什么没事啊 我刚才看你 那背影有点落寞 老板了 老板 我刚才吧 突然想得有点多 你说 咱这公司差不多也快十年了 怎么突然之间 要被收购了吧 我这心里 反正总之呢 谢谢你 这么多年 要不你 我还真不一定能撑得下来 真的 干吗呀 这都老朋友了 还谢干吗呀 太客气了 是 老朋友这么多年了 我也难得客气一把 也只能是老朋友了 你这一百万怎么弄来的呀 你想知道 别告诉别人啊 说 卖身 你别开玩笑 谁说我开玩笑 没开玩笑 真的 怎么我不值这个钱啊 还是怎么值 你也不挣紧了你在那儿 对了 有件事我请你帮忙 说 过两天你陪我去上商场呗 商场啊 对呀 去上商干吗呀 你不是 你不是不去那种地方吗 这事一言难尽 说来话长 反正你陪我去就行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行 喂 谢总 他在 他在 好好好 我马上通知 好的 好的 好 好 谢总再见 谢小诺 他让你一会儿去趟公司 开一个玩具策划会 不是 怎么还坐下来呢 不是 这个时候 他就马上把我交通公司 就要干活 我怎么那么生气呢 这明显的资本家榨取 剩余价值 不给你留一分钟的喘息机 你又来了 咱们那合同不是刚签吗 而且现在是公司的关键时候 你就忍耐一下呗 是 去还得去 就不高兴了 一会儿我就不回里去了 然后呢 你自己注意一点 我发现那谢小姐吧 性子有点急 你别跟她瞎开玩笑 我跟她开什么玩笑 我懒得跟她开玩笑 你看什么呢 行了 你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你咩 vas 像个梦牛来了 是 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个新鲜 下一个 下一个 怎么没人呢 不是说还有二十多个人 排在队呢吗 是啊 快去看看 去看看 电子 那我呢 别不吵啊 慢一点啊 我要进去了 不行啊 先做作业 听到没有 做完作业再 等你开会呢 我有 来 快来 开会呢 不好意思啊 好好好 知道该会 人都基本到齐了 老太太 在楼上休息呢 学还有点高 下午啊 受点小刺激 什么刺激啊 行了 咱们现在开会 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建议 可以开始谈了 我觉得 这完全是个方向性的错误问题 咱们小诺也不差 为什么非要到网上去找对象呢 网上都是什么人啊 能找得到吗 你们都看见了 今天都来了些什么人 各种奇葩 网 网上找啊 这谁出的搜 搜都搜不来的好主意啊 好 好 蛮好的 蛮好的 那个今天 什么议题 还不是因为小诺相亲的事 妈的意思呢 是想说 在家先给她把把关 谁知道 来了一帮奇奇怪怪的男 我们学校啊 最近在宣传 网恋有风险 见面需谨慎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啊 网上不靠谱 婚戒锁不靠谱 都不靠谱 那小诺就不用谈恋爱了 也不用嫁人了 你们一个个的都是马后鹏 就知道否定否定否定 那你们倒拿出个建议来啊 我觉得咱们小诺找对象 应该锁定个范围 只找精英 咱们小诺什么条件 什么性格 再做的都清楚了 那必须是精英中的VIP 他才能驾驭得了他 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啊 你想啊 如果我们给小诺 介绍一个暴雪 中国区域总经理 那简直是他百分之百同意啊 姐夫你说的是没错 可是我们上哪儿去找去啊 再说了 有那种条件的人 也未必能看得上咱们家小诺吧 像你这么说 刺的不行 好的也不行 总之嫌小诺就嫁不出去了 你们一个个的问题解决了 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就不管小诺了 没有 妈 这个大家都是刨砖引运 这个关键事还要听您老说 下面我们该怎么办 好 既然是这样了 我就说几句 这是我们公司今天主打的 一场在线游戏 预计下个月就要上线 你干吗 你干吗 被发现不骂死大脸 我看以后会死啊 自从我看见那大叔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这两个男人能比他帅 还有周边的投入 还有周边的投入 你 总公司希望 下个月的镜下 没事吧你 再等等 等一下大叔说话 来系一些女性玩家 还有周边爱好收藏者 这个任务非常的紧急 这次的事 去找到一个公司 你进入一个公司 你把我交给了 我担心的东西 这次是做了 你这次是这样的 什么东西 你能去担心 看他来 他担心套 就是 就是我们那个 开始旅行合同了呗 就是现在 我要参与设计周边是吧 没错 刚才我没太听懂 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两天以后要干吗 上交设计方案 谢总 你知道这个社会 最大的弊端在哪儿吗 你想说什么 就是有一帮 自以为懂行的外行 非要充当内行来领导内行 有点绕啊 就你刚才说这想法 我觉得非常非常幼稚 没有什么艺术创作 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 能够两天完成的 小亮 我终于知道你 为什么是大叔公了 总管佳希 太帅了 他 谁是大叔公了 刚才利用这点时间啊 我 写了一个报告 下面呢我给大家念一下 妈 您 稍等啊 稍等 稍等 经过 一下午的总结 和自我反省 有没有用 不知道 我 你也在怒顾 我 我 你 我 那我 我 你 我 你 利用资源从身边出发 各个击破 也就是说从今天起 我们全家 我们全家都行动起来 刘一 刘一 国庆 我们在 母亲 我们都在的 你们的人际关系网大 身边人员素质高 资源丰富 刘一认识很多 做生意的大老板 还有政府企业界的人士 而国庆这边则是文学 高学历高智商的学者专家 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可能地 为小诺收集其中 单身人员的资料 并适时进行反馈 鉴于此 我给二人初步制定的任务指标是 一个星期内 每个人选定三个目标 也不需要什么精英 什么VIP 只要门当户对就行 三个 妈 妈 这 妈 这国庆他们学校 这大部分都是博士 这念出来年龄都挺大的了 尤其是他们国学系 对啊 对啊 只要认真选 没有选不出来的 那泱泱大学就没有一个单身汉 看你认不认真了 戴先生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你没有摆正你的位置 我让你做的不是一件艺术品 而是一件商品 它的审美价值 和你的艺术喜好 好像毫无关系 你只需要完成就可以了 对不起 这种商品我设计不来 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戴先生 我觉得你应该有能力 适应这个角色转换 你现在是跟一家大公司合作 应该懂得什么叫团队精神 你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会影响我们整个公司的运营计划吗 我现在需要的 是你对实体玩具的结构 把握能力和专业素养 而不是你的创意 好吗 偶了 明白 你需要的是一个匠人 那你用我 就等于杀鸡用牛刀 既然你们不需要我的设计理念 那我也没必要参谎是不是 戴古顺 请你不要搞错 我现在是你的领导 是命令你 而不是在给你讨价还价 谢领导 我感觉你在生气 你是不是觉得说你是匠人 贬低了你啊 那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匠人 干的就是匠人的活 你耽误兵吗 没耽误兵没关系 你现在就是兵 需要的就是服从 我不管你之前做的什么原创设计 你现在必须听我的 我是你的领导 两天之后把方案交给我 交不上来 你还有你的团队 这个月都没有薪水 对不起 谢领导 如果你这么霸气侧楼 那我就申请从这个设计团队退出去 我觉得此事啊 要做就要做得不露痕迹 你们想 晓诺现在已经明确表态 不去相亲了 如果我们要是逼着他非要去相亲不可 结果怎么样呢 不但婚结不成 反而把我们介绍的朋友都得罪了 我的意思啊 这个投其所好 我们从工作这个事情呢 去引诱小诺 让他主动地 自愿地 自觉地 和我们介绍这个对象去相亲 这样一来不就OK了吗 大家说我这个意见可行口 可行口 那个 妈 您觉得呢 那你现在手里有什么资源呢 巧了 刚好有一个客户 他是这个叫网络视频南方的总代理 双学位 还是个海贵 今年三十八岁了 前两天还跟我抱怨啊 说家里面逼着他去习夫 愁得一塌糊涂 条件很好 看得上小诺慕 妈 看得上看不上 你给见见面再说嘛 那个小诺不是说他那个 那个游戏要什么上网推广吗 既是机会 我们把两个人好好地撮合撮合 撮合 怎么撮合呀 这样啊 没有 你看得上研究 这就有什么務 咱们在那儿 肯定要交换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我打算 立签 我打算 拼了 我打算 我打算 这就手 不停 上轨 上轨 游戏的设计 一定要有一种活泼的心态 和能趋能伸的心态来完成 姐夫 小诺 来来来来 刚刚好 刚刚好 刚刚搞的极品菌菌梅 来 品一品 品一品啊 尝尝 怎么样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还不错 刚刚收购了一家玩具公司 准备建立一个设计部 然后宣传也跟着进来 姐夫 你突然问这个干吗呀 姐夫关心一下嘛 这个最近哪 我有一个新客户 跟你是同行 是吗 王总 他说是最大的视频网站 南方区的总经理 我知道这个人 他们公司发展得不错 好像占了百分之十三的市场份额 一年当中光广告这一块 就已经超过了其他门户网站 好像还想上市呢是吧 可以呀 了解很详细嘛 那当然 这是我的工作 那姐夫 这个王总你跟他熟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是这样的 其实我呢 一直想跟他们公司 建立一个联系 我们公司的新款游戏 想在他们的网站上 推广广告 如果方便的话 你看能不能跟他见个面 然后 我试试吧 王总很忙的呀 我 我约着看 好吧 谢谢姐夫 拜托了啊 回头我请你喝茶 说哪里话 姐夫支持小姨子的事业 你的发展是应当应份的 再说还有妈妈 讨老人家的面子呢 够意思 我大姐那有什么事 我帮你顶着 好 来来来 祝你事业成功 王总啊 你的情况呢 我跟她已经讲清楚了 这个 但是有一点啊 我要给你打个招呼 我这个小姨子 多少有一点工作狂 你要好好担待一下 好的好的 没问题没问题 好 好 那讲定了啊 好 再见再见再见 老公 怎么样 搞定了 明天见面 太好了 我现在就是告起小诺子 你不要着急嘛 你明天白天再讲嘛 明天 显得正式一点啊 好吧 来来来 做瑜伽 来 强身健体 不不不 你快来 伸展运动 昨天不都做过了吗 昨天 伸展运动 这看 好好好 这样是吧 真难看 胳膊 腿 可以了 我只能到这里了 那我怎么总觉得 咱们这样做不妥呀 好像和解伙来骗小诺似的 你这样讲就 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啊 你像王总这样的钻石王老五 那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吗 我觉得啊 这个事情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倒是开美容院那个事情 你考虑清楚没有 我没时间考虑啊 我这几天 一直忙小诺的事来的 你看还是要考虑清楚 老婆来吧 你给我做个示范 做个示范 做个示范 你看 还是老婆的动作比较标准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你要抓紧时间考虑 考虑好了以后 还要跟妈讲一下 跟她讲干什么 不讲 你看这种事情 还是要说清楚好吗 等一等等一等啊 好的 好的好的 腿 腿 腿抬高 抬高 抬高 好 腿抬高 太高 High 好 这是我们HR部门的同事 你去查看一下他们公司 所有的人事资料 是 来 少来接待一下 这是结构师 会对公司的整体结构进行评估 你去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回来告诉我 门口加门禁 指纹打卡 这是员工师 对 来 坐坐坐 以后我希望这个区域能够干净整洁 所有的办公用品必须统一配套 开辟日程工作栏严格执行 另外 必须准时上班 进门打卡 中午午餐时间不可以超过一个小时 下午五点前不可以早退 如果请假的话 必须提前三天递交申请 无故缺席三次折 扣除一个月工资 五次折三个月 五次以上者 公司将决定这个人的去留问题 其他的规章制度 优哈女士替我转达 现在我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 收拾你们的东西 一个小时以后 搬家公司会来进行专业清理 没有收拾好的东西 将作为垃圾全部清走 杜乐 你干吗呀 行动行动 快快快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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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办公桌 全部换出现了 这里是 这个是代设计师的办公室 谢谢 谢谢 您过来一下 从开语角度来讲 这间房间不适合作为设计师 更不适合进行头脑风暴 您不是结构师吗 我们董事长是韩国人 在这方面比较讲究 我明白了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建议将这间设计师 挪到西北处的房间 这间房间 改做杂国间使用吧 哈女士 您觉得呢 我没什么问题 但是老代吧 他这个人 他人呢 他一般会晚到一点 谢总 晚点 晚到几点 这个 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是几点 中午以后 什么